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这支影片就是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探索 马公寺的文化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来澎湖的话 那就继续看这支影片吧 我们的文化之旅的第一站 就是来到这个独行石村 相信大家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张雨生吧 就算你不认识他 你一定也有听过他的歌呢 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歌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逛一下这个张雨生经验馆 我们现在来参观他的家 这是张雨生的人生 我刚刚发现一个特点 也不是特点 我刚刚发现一件事 张雨生跟我一样是正大的学生 这边呢 除了张雨生的纪念馆 也有潘南邦的纪念馆 马来西亚的大家一定也都认识潘南邦 大家都耳熟能详 他的最有名的歌曲 那就是外国的澎湖湾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 潘南邦他们的纪念馆哦 他这边有一个超有名的艺术装置 现在带大家去看 他这边有一个超有名的艺术装置 现在带大家去看 这首歌的装置艺术 前面这边就是潘南邦的旧居嘛 所以外国的澎湖湾 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于这里 那他旧居外面就是看海 就是可以看到海这边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 至于圆圆那边就是海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赌情石村的文昌园区 超级的有文情感 然后真的跟我们在台北看的 什么花三维创园区很不一样 大家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 真的也可以过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 这边的那种朴实感比较重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这边的墙壁也是用老菇石盖的 这就是澎湖的特色 那我觉得近看真的会有那个 密集恐惧症 赌行石村这边呢 其实他范围不大 然后目前我这样子逛下来有开的店家也不多 我觉得大家可以下午的时候来看看 因为我这样子走的话 我有看到有一些咖啡厅 就是改造后的咖啡厅感觉 应该在这边喝下午茶会不错吧 五行石村里面呢有一间这个 干妈屌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来这边逛一逛 还有上下两层 东西算蛮多的吧 大家可以来看看咯 好 好 哈啰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地方 那就是顺城门 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顺城门的由来 以前这个澎湖城是叫做马公城 也有叫做黄旭城 然后这个城池是青年时期 最后一个防御城池 这个马公城的店面 本来是有26公顷 总共有6座城门 那剩下的5座城门 其实全部都被拆掉了 那目前就只剩下这个顺城门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马来西亚 马六甲的古城门 就是当时候也是一个城市 然后后来都拆掉了 只剩下一个拿来留作纪念 那澎湖的这个顺城门 也差不多是那样子的概念 那如果大家对澎湖的文化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行程排进来 那听说呢如果在傍晚的时候来顺城门是可以看到夕阳的哦 但我们现在是中文时间 然后又遇到这几天都是阴阴的 然后风起超级大 所以呢感觉上也不太会有日落看 因为现在连太阳都看不太到 那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景点咯 我们现在要去中央街 因为我们停车的地方比较远 所以待会第一站呢会先经过天后宫 特地过来这边看一看 这个天后宫啊 其实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庙 然后呢它里面呢 最特别的是 它这边还收藏了全台湾最早的古兵 还有乾隆桓地狱寺的经典 现在去找找看经典在哪 我们刚刚逛完天后宫 但是呢我没有看到那个什么 乾隆桓地狱寺的牌匾 不知道在哪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现在逛完天后宫了 所以现在准备要来逛这个中央街 这里就是中央街的入口 这边有这个仙人长的成城台 感觉等一下可以来吃 可恶 那明天来吧 这边老街的氛围跟酒粪啊那些很不一样 这边比较有闽南的感觉 这边就是很有名的四眼景 你没有水耶 你没有还有水耶 不知道能不能喝 这个便宜点 也是有名的老店 现在来买这个药膳蛋 我买了这个隐藏版的药膳蛋 药膳蛋 又懒得剥壳 所以干脆就买 这种已经剥好的 现在来吃看看 它很像茶叶蛋的味道 但是很香 真的很好吃 很入味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一个人吃完一整袋的那种 大家我们回到车上了 因为刚刚是吃午餐的时间 所以那些店家有超级多人 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要排队的 所以我们就外带 然后我就外带了一个鲜柯卤肉饭 那我们先来吃看看到底味道如何 这就是它的鲜柯卤肉饭 好多鲜柯 我就是看到别人餐桌上有点 然后看起来很好吃 就点了 我们吃看看喽 先吃一个鲜柯好了 鲜柯超级新� 我满喜欢的耶 卤肉饭的部分就是 鲜柯肉饭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 米饭 有点 这种有点棉 我不太喜欢 就是太软了 但是鲜柯真的很好吃 感觉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排队内游 因为我看到它菜单 也有蛮多菜色我蛮有兴趣的 只是我真的不想去排 太多人了 嗨大家我现在吃饱了 今天这样子的行程就是在 马公市这边走一些 稍微有历史和文化的景点 大家如果对澎湖的历史和文化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过来 这样子跑行程 就是从 独行石村 然后再到顺城门 再顺着走到天后宫还有文化街这样子 其实整个行程是顺的 那如果你是骑机车的话 那就没差 那开车的话 其实可以把车停在这个顺城门附近 因为它是在中间点嘛 那你就可以步行到独行石村 然后再走回来顺城门这里 然后再往前走大概500米左右 就会到天后宫了 那天后宫再走个二三十米 就可以看到中央街的巷子口 所以整个行程下来 我认为停车停在顺城门这边是最方便的 你也不用一直再重新找停车位 那我个人呢 其实蛮喜欢这种文化的行程 就是还蛮喜欢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当地的特色 还有一些古老的建筑 如果大家对历史文化的行程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大约走个三四个小时左右就走完了 所以算是一个半天的行程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repeat 這一转园 你说两四个小时 这是这是刚刚才的 识计判 Elaine 记得 特 advisory 你们 记得 能退 那个 登